我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也看不見 我想說大概大家 到底整天都要差什麼 這個你要調閱小組 老實說在立法院要成立調閱小組 通常是有弊案 通常是發生這個重大的爆發事件 例如說去年磐石劍的事情 突然疫情爆發 回來一堆 趕快要去看那個 當時在磐石劍的這個疫調的狀態是什麼 你要發生重大的事件 我們現在疫情的採購有什麼重大事件 一個啊 就中國介入 就不讓我們買啊 你要叫人家公開資料叫中國公開 怎麼會是台灣公開 我們沒有爆發任何重大事件 唯一事件就是中國介入不讓我們買 所以你們很不爽的話 而且陳韻珍你們跟中國也比較好 你應該可以公開去叫他 把那些通聯資料公開說 你如果認為你沒有介入 你把所有跟這個BNT 所有的通聯資料拿出來 要不然我們台灣人不相信你 應該是這樣 怎麼會是叫台灣來公布什麼 尤其我們現在採購的過程裡面 還有很多這個價錢的問題 以及跟人家斡旋 協商的這個過程 怎麼回事這個時候你要公開呢 你公開以後是不是要從這個裡面 再去找資料拿給中國來去介入 我們怎麼知道你會怎麼做 所以我就要再講一遍 因為調閱小組不是 立法院不是沒有成立過 但通常是有弊案 有重大的問題 而我們在買疫苗的過程 唯一的重大問題 就是中國介入不讓我們買 所以你要去要任何人公開資料 是叫中國公開資料 而且叫他們不要繼續介入 這些事情才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回來 我剛才講說你看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可能看電視 也看得很噁心 想說立法院不知道在插什麼 我請大家平心盡氣 你只要看一下全世界的國際新聞 怎麼樣稱讚台灣 然後你再看一下 怎麼有一群人活在平行時空 怎麼會台灣做的這個狀態 這麼的防疫的成功 被全世界呈現全世界給肯定 但是有一群人卻要杯葛 要霸佔主席台 好像我們現在已經完蛋了 我們現在好像這個已經是這個 疫情非常的嚴重的狀態 你如果疫情不嚴重 有什麼必要要搞這種霸佔 這個杯葛的這種意識的這些行為 所以大家放輕鬆 看別人怎麼稱讚我們 然後再看某些人怎麼侮辱我們 那一些侮辱我們的當然是有問題 在野黨該不該來監督 這個疫苗的價格 該監督當然該監督 可是不是現在不是現在 這個疫苗的價格 我給你打保證 絕對跑不掉的 未來一定出得來 那你說未來為什麼現在不能公布 我就講子彈好了 大家知道 我們中華民國會做子彈 我們那個步槍的子彈做的又便宜 然後效果又好 可是你可以告訴我說 我賣給哪個國家的子彈一發多少錢 不會跟你講 他會告訴你成本價 一發的成本價大概是三到五塊 一個子彈 所以我們包括子彈賣給不同國家 不能講 不能講 價格也不一樣 不能講 價格不能說 因為有不同的軍事環境 有不同的政治環境 它不同的售價 而且它還有很複雜的國際關係 所以我講這種所謂戰略物資 這個舉足戰略輕重的物資 它會有成本價 但是成本價不等於售價 售價也不是說世界統一 好像拿一個秤放出來 一斤五塊錢 大家就可以賣 不是 不一樣 這就叫做戰略物資 戰略物資就是這個時候 那行政院會不會公布 會公布 當今年年度終了 這個會計結算的時候 一定會公布的 一定會公布 這些預算到哪裡去了 買多少錢 你都查得到 所以我說你現在去監督 我贊成監督 但是不是現在 等到整個疫情控制住 大家所有的疫苗 都已經施打完畢之後 你再來好好的查 有弊案辦弊案 有A的人就把A的抓起來 我覺得這樣比較妥当 不管任何一個 我們往前進的 任何一個步伐 其實當中都會 橫生出各式各樣 奇奇怪怪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那個針 都是塑膠頭 沒有看到針 因為針在肉裡面 對 說這麼簡單的事情 還需要解釋 你去打針的時候 那個針就在肉裡面 好不好 他應該不知道 那還要懷疑說 台大醫院那些醫護人員 都聯合造假 其實是打假針 如果你這麼不相信 台灣的醫護人員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看病了 我相信台大很無奈 他們才會去澄清這個事情 對 台大醫院還特別弄了一個臉書 對 我們是打針的步驟是怎麼樣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有這麼多的酸民 我不知道他們是因為 基於政治立場的這些位置 所以提出這樣子各式各樣 稀奇古怪的質疑 還是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唱衰的目的 所以ICU的這個陳智晶急診醫生 他就直接在臉書上面公開 他打針 然後拿到了一張黃皮書 拿到了一個貼紙的證明 然後還告訴你說什麼時候要打第二劑 然後他也第二天 他也告訴你說我今天的 我第一天打完的反應是如何如何 第二天打完的反應是如何如何 就一切把自己的打疫苗的身體反應的症狀 誠實的公開在網路上面 讓大家可以都可以看到 那我覺得是有說服力的 因為醫生他們身先士足去打了這個疫苗之後 他也開誠不公很坦率的告訴你說 我打完的反應是怎樣 那我用我的專業知識告訴你說 可能這個打針的地方有一些微微的痛 有一些小小的腫我壓他的時候 他可能有感覺 然後有些人可能是微微的發燒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是好的 我覺得這些都應該要鼓勵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公開透明的地方 他們不會有人說 打完疫苗就覺得很讚啦 沒問題啦 什麼問題通通都沒有 放心 如果有人這樣講 你才更應該要擔心 目前我看到行政院長 蘇貞昌他是感覺還不錯嘛 他在行政院就去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我就在想會不會網友開始又會翻外篇 他說他為什麼這麼好 所以他打了是不是疫苗就開始懷疑了 這個是接下來的劇本 接下來總統副總統會打國產自己的疫苗 一定到時候的劇本是如何安排呢 是安排說你為什麼打這一家 你是不是有利益輸送 你為什麼不打那一家 要不然就說你怎麼打了這個疫苗之後 你都沒有行程 你一定是副作用很強 就接下來大概質疑的不外乎這些題目啦 那你可以想像說這些質疑的聲音 其實我們也已經經歷過了一整年 可是在經歷了一整年 各式各樣莫名其妙的質疑之後 台灣仍然是往前慢慢的 緩慢的往前進 而且緩慢的往前進 在全球上面獲得了高度的評價 那所以我覺得排除掉這些雜音之後 台灣仍然應該繼續在自己設定好的 往前走的那個道路上面 持續的往前走 這才是正確的選擇啦